国人居居的乌鸦西市场 有一位自制自受三角比的华裔阿伯 他投入这一行将近50年了 日积月累的火候 让其三角饼成为众多顾客的美食记忆 狗碑也一直在流传着 我以前就是打工 打工薪水太低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饼 做这个饼过生活 从那时候就开始做到现在 差不多1970年 就在送人家 在送人家 到现在 阿伯卖的三角饼有三种口味 分别是绿豆 椰蓉和鱼头 每日营业时间 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 每日可卖出200多个三角饼 每个三角饼 1500几米 阿伯说 其初做饼时口味不好 不漂亮 没生意 但累积经验久了 加上客人给予的一些建议 三角饼从不好吃 导致受大家的欢迎 买这个饼是没有困难的 是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但是天下比较热一点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甘囊 没有什么辛苦 但是吃不过的 哈哈哈哈 看哪夜大脑去了 对 得还得出了 无法 不 这 哈哈哈哈 好湿喔 来一点 来 多多了 多多呢 来 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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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多多了 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